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教徒 你对于这次我们的敌罪阵营 他们的509的宣言 然后呢 到底实现了多少 我们勇物共睹 所以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跟见解 在509那个事件 给了西门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进行很多体制上的改革 很不幸的他们两年过后倒台了 所以要追求改革改变现状的这一种的想法 失败了 那失败很多原因 一种原因造成他们失败是什么呢 就是不够严肃 把大选的政治诺言 当然就说什么 不是圣经 是吧 是吧 我还记得他们的领导人 妈的也说过这样的话 Election Plage is not Bible 所以在这个执政过程中呢 就很多承诺 没有 不能实现 或者没办法实现 这个是一个 所以呢 就改变不了我们 很多 社会 这个政治的现实 那么接下来呢 他的可能的对手 是西门的成员 也曾经执政过两年多 对不对 在这个执政的两年多之内 本来是应该能够发挥一些执政的能耐 所以这个也失败了 那好 不管怎么样 先谢谢我们的DATO 登伦奇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反弹 也非常荣幸 我今天可以谈他们的主打 OK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 结束我们的反弹